喂 夏天又怎可以不去任何的夏制呢 喏 這個不是什麼很大的夏制 純粹只是在我們家附近 隔了一兩個車站 那就有一些商店街裡面的夏制 那這個呢 就純粹是覺得 來到夏天 然後不去參加一次夏制 任何地方的夏制都好 但是始終都是說不去的 是吧 夏天嘛 麥先生這個很小規模 我們現在就在向車站方向去 應該是會多些 一些屋台之類的 應該是會的 嘩 雖然說 地方小小 但是都很多人 其實 店主要都是炒麵 刨冰 之類的東西 但真的不要要求太多 因為純粹只是一個鄉下地方的 地方小祭典來的 啊 酒店飲料 車運動 車運動 所以 酒店飲料 哈哈 哈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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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元到1000元 謝謝 謝謝 但是很好笑 他在一個摺骨丸 賣啤酒 之後呢 有張Coupon 5000元變1000元的 初回Ceson Coupon 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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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高 啊 喝著啤酒 我平時因為是會開車 所以不可以 因為我平時會開車 所以不可以喝啤酒 今天就可以了 夏天果然是要這樣才行 嗯 你看看 雖然不是什麼大城市 不是什麼旅遊區 因為我們去 是真的 鄉下地方的 自己本地的 一些小祭典 但是都很開心 又多人 整個市的市民 都出來了 真的 我們都是這個市 啊 不是喔 我們是隔離市 不過在我們家 踩冷車過來 10分鐘左右 完全是超級大 超級大 超級大 你看看 真厲害 超級大 剛剛我一直一直說 這裡的地方祭典很小規模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要認錯這一刻 是很大規模 不是小規模 剛剛一看過去 前面起碼幾千人在這裡 這裡整條街 但是店鋪比較少 店鋪不是很多 好了 結果呢 我們在屋台買了一點點東西 今天坐在路邊 吃東西 有炸雞 然後有香腸 有炒麵 好不好吃呢 都好吃的 但是是不是特別好吃呢 這個就不會要求很多 因為始終都是制點的食物 前方 我們不用無 W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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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 。 。 來我 晚上 解錄 precis 這個就是我們家附近的超簡短夏祭的時候的情況 每年的夏天都會來一來 最重要是在這裡附近沒有外國遊客 全部是本地居民 所以是一個很舒適 是一個很開心的本地祭典 我們今天去的祭典 距離我的家是有多麼近呢 我們今天去的祭典距離我的家是有多麼近呢 近都直接是我們踩單車的 問死了沒有